松仔园走過很多次 但是綠山未上過 今天就上一上綠山 這個就是第一個目標 第二個目標就是去看看傳說中的騰王 Hello 又是我一路走一路說 今天走一走松仔园的四色臨勁 這個就是入口 你看四色臨勁的入口 其實也是大埔教自然教育勁的入口 記住一樣東西 走一你說多少可以駕車上來 如果你星期六日想駕車上來 除非你很早很早或者7點前 不然基本上你不會找到位 我們在這個牌子走進去 很快走到這裏 有個分叉路的意思 其實就不是因因分叉 你可以沿著這裏 很闊的石子路 車都行得 一間中有車的 在這裏雖然是交通管制區 你間中有車上來或者下去 大家要小心交通 而一般人都會在這裏去 那我就不想在這裏去 我就沿著這個地圖牌 邊欄呢 就是走這裏 大埔教自然教育勁 那為什麼說不想呢 我是比較喜歡走這些自然一點的山路 就不是特別太喜歡走外面那些石子路 因為再走多十幾分鐘 那些石子路 可能一個人是沒有那麼鬆弛的 走這些路 你覺得接近大自然一點 所以我們走這裏 十幾分鐘就上到另一個分叉路後 一路上山的山路就是這樣 有點大級的 有少少青苔 不多 但也濕滑的 今天不是很適宜走松仔園 松仔園什麼時間最適宜呢 暑假或者中秋前後 第一就是乾燥 第二呢 太陽又曬不到你 因為呢 樹蔭指數很高 四圍都是樹 遮住你 不用怕曬黑皮膚 曬傷太辛苦 這條路好有趣 它有熱帶雨林感覺 是什麼意思呢 你不時會見到些人 來拍下花草樹藤 甚至 在木邊吐出來的菇 或者昆蟲 很多的蠟糯糯糯糯的 剛剛經過就看到有兩個人 在拍那些菇 他說很漂亮 我看到就不太漂亮 所以就沒有拍到 漂亮不漂亮就見人見智 但是呢 拿回去煮來吃 絕對不建議 因為有些人在山上撿了菇 不知道有沒有毒 回去煮來吃就出事的 四色林徑沿途有很多 雀鳥介紹的資料牌 我經常進來聽到雀鳥聲 但是一隻都沒見過 可能我眼殘一點 講講這條路 有時候有些蚊 蒙那些 它不是很多 但是有點煩 如果你怕蚊那些 最好就是穿長褲 或者蚊怕水 噴蚊怕水 在未到下一個重要路口之前 講講什麼叫四色林徑 松仔園的四色林徑四種顏色 就是紅藍啡黃 一條長過一條的 紅路最短一個小時左右 就走完 藍兩個小時 大約粗略這樣計 啡三個小時 黃就四個小時 大約這樣 由於路段 攀升不是特別多 攀升了頭段之後 很多都是很平緩的路 有些人是跑著去的 如果你慢慢走 那些時間 如果你跑著去 可以快一倍 或者更快的時間 都可以做到 那麼深滑當然不好 就走 安全第一 好了 終於上到第一個重要的路口 好了 那這裡有個牌 大埔公路向那邊 我們上來的 另外就是繼續自然教育經 那直去呢 一會我們會直去 就是紅藍路的 那如果我們不走紅藍路呢 在這邊有個牌 就是黃啡路 一會我們會走一段黃啡路 那然後呢 我們先上陸山 我們先向紅藍路進發 看看找不找到那棵藤王 這個路牌 寫著這個方向就是紅藍路 我們向紅藍路那邊進發 在這裡順帶提一提 對面條路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我們一開始如果是走這個 很闊的馬路車路上來 最終就會在這個地方上來 就是說殊途同歸 不過我們就走山路上來 我們現在走紅藍路的一部分 來到這裡呢 就叫做大埔教自然匯理區的2號交遊地點 挺漂亮的 你看 有這些參天古樹 有座椅 你看到濕透了 今天下雨 有庭 還在前面那裡呢 我們看到一條 比較長的古藤 長不長啊 大不大啊 哈哈 我們不叫藤王 應該都不是這條 有座椅 我們近一點看看 就是這樣 很高啊 然後下來 有個牌叫你們愛護植物 不要攀爬 哈哈 我想有些人忍不住 要騎上去拍 這棵藤的邊欄呢 有條路 有條路 可以走進去 我看了Kate的影片 看看 是不是這樣走呢 基本試試找一下 那這裡走進去 他說要走10分鐘 我又基本試試找一下 看看 有幾難 那棵藤王 首先來到這裡呢 是基本沒有路的 而且呢 有一個路不通行的牌 但是奇怪就是 有一個 紅絲帶 又叫你走 我們就基本走一下看看 走一下走一下 沒有了絲帶 但是好像有些路 來到這棵樹 好像盆栽一樣 煞開了 哈哈 我們在他邊欄 走過去試試吧 走走又有絲帶 試試過這條小溪 小心不要叉到水 就可以了 繼續還有很多絲帶 原來剛才走進來 三幾分鐘 就到了這個 藤王的位置 到此一游 打張卡 我們看完 我們看完藤王之後 走出來 回頭少少一段 走回黃啡路 然後上綠山 我們今天第一個目標 完成了 藤王已經打完卡了 現在開始離開 上綠山 剛才在二號交遊地點 看完藤王之後 沿路折返 來回這個 一開始我們說重要的 分叉路 目標就是我們去黃啡路 走一小段 然後上綠山 未到黃啡路的路口之前 手機剛剛彈了 一條信息出來 說台灣百萬多確診 我覺得他們的情況 好像當日的香港 噴噴聲地爆上去 我想他們 遲些都會噴噴聲地跌下來 當然啦 有些人說香港死亡率高 其實死亡率我們也不用太在意 因為第一 香港人口 是全世界最老 最老年化的地方 香港是 因為你見到很多人 過身都是一百多歲的 確診 之後過身都是一百多歲 而且死亡率高低 是很在乎你怎麼定義的 如果你定義是很嚴謹的 一定要是新冠而死的 就像上海那樣 你很多時候 只要你有其他病 你就算染了新冠 你死亡 你都是基礎病死的 它是不列入去新冠死的 但是香港 那種寬鬆的定義方法 就是用花盆掉下來 摘死你之後 你的屍體驗到有新冠 它都是新冠死的 所以死亡率的高低 好在乎你怎麼定義 所以我們無需介懷 說香港會不會死得人多 其實都不是的 全世界應該很公平的 我覺得上帝也是很公平的 不會說 零零射射針對 哪一個地方的人 或者哪一個地方的政府 你看到前面的牌 左邊就是黃路 右邊就是啡路 我們不繼續走啡路 我們就轉左上黃路 但是黃路我們不會走完 走一小段 我們就可以上綠山 黃路走了 都是五分鐘左右 從路口來到五分鐘左右 看到這一棵大樹 還有幾塊大石 大家認住這個位 我們隨時就要轉右 這裡有一棵樹仔 很多絲帶 根據地圖也是在這裡上的 我們就在這裡試試上 又上綠山的路口 上來大約三四十米左右 那條路就看回頭是這樣的 都幾斜下的 是剛剛不用下手 或者不用用行山杖的意思 它不是交遊徑來的 它不是走開山 大腿沒有什麼肌肉的話 就有個問題 會很累或者過後會很酸軟 或者你可能又想拉著一些草 按住地上 那是辛苦的 上來這裡 這裡有個洞 這些洞我通常都不會入的 又蚊又蜘蛛網 隨時還會塌下來 不要亂搞了 繼續上山吧 上綠山條路 除了初段比較難些 然後後段是比較平衡 你看到這些絲帶 都是相對清晰的 條路都很明顯 不會怎麼走錯的 海拔407的 綠山標高處 竟然就是這麼輕易上來的 有多漂亮 自己上來看看就知道了 今天我們離開綠山 選擇沿路折返的 有絲帶 那為什麼沿路折返呢 因為這一段路是比較開揚 比較清晰 不容易迷路 尤其是雨天濕滑 我們不要再去找一些新路 走去搏了 反正都是這次第一次上來 覺得都很成功 很簡單地找到藤王 縱裡尋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就在眼前 而帳墓上雨又像風的 天氣之下 又很簡單直接 又不用下手下腳 就可以輕輕鬆鬆地走到 上來407米海拔的綠山標高處 今天就非常之滿足 現在就下山 我從綠山下回這個路口 剛才是從這裡下來的 真的有點濕滑 大家要下手的 要拿著鋪 有時候要扶著樹 上山反而沒事 我們跟著沿路走回黃路 然後離開 我從巴士站上到來 找完藤王 然後再上綠山標高處 下回到現在 都是兩個小時 我想今天全程 都是由巴士站上山之後 跟著下山去巴士站 應該是兩個半小時之內 但如果像我這樣 基本上沒有停留 吃東西或者是拍照的 很快就走完這條路 沒有走的 全部都是走的 就像現在 你鏡頭看到這個速度來走 兩個半小時左右 就應該是走完 那今天呢 條片就拍到這裏 提一提 如果覺得條片拍得不錯 記得Like Subscribe 按下鐘仔 OK Bye Bye